当然如果我们要仔细的去思想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爱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我提几点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 其实耶稣基督没有义务来救我们的 这不是他的责任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是债主 我们是欠债的人 欠债还债是天经地义 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不是吗 假如你欠债 债主跟你讨债也是应该的事情 当然要看他的手段 有一些人用的太过暴力等等 那个当然不对 但是他被欠 他愿意向那些欠他的人来讨债 坦白说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免债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假如是他愿意做 那就不一样 那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 他是那位债主 这位债主竟然化身成为负债的人 来代替我们这些欠债的人 承担那个债务 这个呢 是极大的恩典和爱 那第二方面 就是耶稣基督来 不但这个不是他的义务 而且呢 人坦白说 不值得他这样做 我们渺小的不得了 我们软弱的不得了 我们误会的不得了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嫌弃我们 没有因此就放弃我们 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万有都是他的 他想要随时再造一个新的人都可以 但是他没有 他爱我们这些 即便是背叛他的人 我们不配 我们不值得他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不但是这样 而且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这个债务的时候 我们并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基督你来着什么 所以耶稣基督定时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人家还说你在十字架上下来吧 你是神的儿子 人家取笑他 我们不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 是一位伟大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没有人感觉到需要 你能够想象吗 假如你是一个债主 有人欠了你一堆的债 你本来应该可以跟他讨债的 但是呢你愿意来免他的债 但是他不觉得怎么样 他就为什么要这样 他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我告诉你你会气死 不是吧 我在想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我绝对不是 如果我想象 如果我是上帝的话 对人的恩典是这么的大 但是人呢 觉得上帝你来做什么 我需要你吗 我不需要我活得很好 我就一脚腕力踢进地狱里面去 不是吧 气死了 假如你欠了我一大笔的债 你跪下来求我 说哎呀你可怜我吧 或者没有那些偿还了等等 那还差不多 我免你的债还免得甘心一点 不是吧 但是世人不是这样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来做什么 我们不需要你 但是耶稣基督没有放弃我们 而且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要承担这个债务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来了 生在马槽里 活了33年 他被他的门徒出卖 他被遗弃 他被人羞辱 他被人吐脱没在他的脸上 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他被人鞭打 才成就这个伟大的救恩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为什么讲这个 这个其实就在这个比喻里面 呈现出来神就是那个天国的王 我们欠了他一堆的债 一屁股的债 我们还不清的 但是上帝其实一笔勾销 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拆派爱子耶稣基督来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给大家看一看一张漫画 这个人也是欠了一堆的债 但是呢 他你看他的表情不屑 他还以为这个是小数字 所以给了一点小钱 其实他欠的债是一堆 人对神欠下了天文数字的债 人还以为是小事 但即便是这样 神还是怜悯 免了我们的债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第一幕 带出来的真理